中文字幕——YK 每一位学佛吃素的人都知道 不吃肉呢是为了避免杀生 常养慈悲心 但是葱 蒜跟韭菜都是植物 又不用杀生 为什么也不能吃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对于婚 心 两个字啊 需要把它分析一下 在寺院里面 酒肉昏心 不可以若三门 酒肉昏心 不可以若三门 这是有几个原因 肉 是动物的肉 这是不能吃的原因 是慈悲 酒呢 又没有杀生 酒没问题啊 是米做的 或者是高粱做的 都是植物 做出来的酒 又没有杀生 又不上慈悲 为什么不能吃 这个是酒 这个是酒 因为酒精 很多人说吃荤的 你吃荤的 你吃素的 请问诸位 荤字怎么写啊 荤字是草子头 加个菌子 这个字如果弄错了 认为吃肉叫做吃荤 因为吃肉的人呢 一定会放香料在里头 要用香料配着肉 鱼肉来煮 不用香料 那个鱼肉啊 做得很新奇 很不好吃 所以是呢 一定要放 加一些 叫做五辛 那就是荤菜了 荤菜是菜 而荤菜是植物 而不是动物的肉 那就是五辛 葱 蒜 小蒜 韭菜 阿伟 这个阿伟啊 我们中国人 好像没听过 但是呢 葱是大葱 蒜是大蒜 小蒜听到过没有 听到过 还有呢 吃酒菜 还有一种阿伟 这些东西呢 叫做荤菜 为什么不能吃 它的原因是 第一 是对于 诵经的时候 见课的时候 不礼貌 不恭敬 我们 寺院里边呢 有个规矩 假如说 有人吃了大蒜 你一定要 疏口疏到 口里边 没有味道 你才能够去送金 还有 如果你吃了大蒜 你要参加团体互动 一定是坐在最下风 下风听懂吗 风从这边吹来 最后边呢 你坐到最后边去 风吹啊 把你的臭味 吹到下面去 反正吻不到 你如果坐在人中间 坐了上风啊 就让人家 闻到了 头痛啊 闻到了 深恨心 深了烦恼心 深不舒服的心 我们出家人 我们修行的人 我们副教徒 一定要让人生欢喜心 所以是呢 这个五种东西 最好不吃了 要不然多麻烦啊 吃了以后 赶快要漱口 这个麻烦啊 哎 现在有人发明了 如果吃了大蒜以后 你嚼 嚼茶意 嚼过茶意以后呢 你的口臭就没有了 如果是这样子 也没有关系 但是下面还有个原因 这个五心呢 就是昏菜啊 生吃呢 会生撑 生吃 就是没有熟的吃啊 会让你啊 容易动怒 动气 容易动你的情绪 罚你的脾气 就是 生吃的 或者是没有煮熟了吃的 有这种功能 有这种问题 另外 熟吃 发饮 你熟吃了以后啊 对你的心 刺激你的心的反应 让你的心 心受刺激 这个时候 男人可能要找老婆 女人也要找丈夫 所以这些东西最好不吃 吃了以后 熟食 发银 发欲 就是银欲 而生吃会怎么样啊 发蹭 这两种 多是很糟糕的 一个出家人 一个修行的人 老是在发脾气 跟人家吵架 这么行 这个修行的人 老是不能够离开男人 不能够离开女人 再怎么得了 所以是由于这样子的一个理由的原因 最好怎么样 五婚不吃 就叫五心不吃 我们现在要再讲 婚心 心是怎么写的 就是辛苦的心 是不是 五心的心就是辛苦的心 所以是婚心实际上是指的什么 没有动物在里头 是指的什么 指的是植物 那说不吃鱼肉 这个呢 副教里边呢 副经里边呢 并没有那样子的严重的规定 而对于不吃五心呢 倒是严重的规定 所以是 这是相反 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吃 鱼肉不吃 因为肉啊鱼啊 这个不吃被吃了 所以呢 大蒜啊韭菜啊没关系了 因为有啥生的嘛 所以是这个是 恰恰有点相反 那当然 我还是主张呢 鱼肉也不吃 肉啊鱼啊不吃 还有呢 五心也不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